接着第五句 我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我的天赋 分裂根本就不曾发生 所以第七句 请你给他一点自己的时间 让他得以在自己的家里 安息于寂静平安及爱中 让这个内在神圣小孩 在自己的家里 也就是什么呢 也就是我的心里 我的心灵当中 安息于寂静平安和爱中 然后看第六段的第一句 这神圣的小孩需要你的保护 这内在清明的这个声音 刚开始的时候是非常微弱的 如果不是我们的内心 有所松动的话 我们都不会听到这个声音 如果不是我们的内心 有所松动的话 我们都不会遇到奇迹课程 但是遇到奇迹课程之初 这部分的声音还是非常的微弱 所以才把它比喻成 神圣小孩 盘山学步的婴儿 萌芽状态 第二句 他远离家乡 又要开始翻迷惑 刚才还说 在天父家里透个气 现在又说远离家乡 到底在不在家 道门意识不到 自己是灵性 意识不到 分裂根本就不曾发生的时候 等同于 我们自以为 没有在上主的天心里面 没有在天父的家乡里面 这个叫他远离家乡 但我们什么时候认出来了 那他透气 就是在天父家里透气 接着来看第三句 他如此幼小 好像很容易被你关到门外 他那微弱的声音随时会被压下去 他求助的呼声 在世间粗利而刺耳的声浪中 几乎难以变稳 求助的呼声 值得就是 要回到天父的家里 世间粗利而刺耳的声浪 值得就是 我们去追求一切的明文力 追求小我为我们设定的一切目标 当我们在世界里 钻得越深的时候 等同于说 这个粗利而刺耳的声浪 声音越大 那么神圣小孩的 微弱的声音 就越难辨别 即便如此 第四句 他仍知道 他知道 你仍是他最后的保障 为什么呢 因为 分裂不曾发生 分裂不可能发生 拿刀子划水的那一瞬 那个水自动就弥合了 正因为如此 救恩 在分裂发生的那一瞬 就已经完成了 这就意味着 救恩是有保证的 结局已经定下了 所以神圣小孩 喊得生死历劫也好 喊得心里在滴血也好 我们仍是他 最后的保障 他仍然 相信我们 让我看到第七段的 第一句 这神圣小孩 就是你的不设防 也是你的力量所在 第153课 我们讲解过的 不设防 就是我的保障 小我靠什么 把这个世界 继续运转下去 就是靠防卫措施 靠防卫措施 把我们锁在世界里 想不起来 真相 小我的防卫措施 大到死亡 大到生病 小到一个醋眉 一声叹息 都是要我们相信 幻觉是真实的 这些都是防卫措施 有朝一日 我们放下这个 防卫措施的时候 真正的力量就出来了 小我的体系 自然就瓦解了 放下这个防卫体系 在于我认清楚 自己的神圣本质 是百害不清的 这就是力量所在 这个就是保障 接着第三句 他来到你这里 因为他知道 你不会辜负 他的期待 我们不会辜负 他的期待 因为结局已定 因为救恩在分裂 发生的那一瞬 就已经完成了 救恩这件事 是有保障的 所以我们不会辜负 他的期待 同样的 因为救恩这件事情 结局已定 是有保障的 所以可以有无限耐心 我们看到第六句 他具有无限的耐心 我们在时间线里 哪怕放不下防卫措施 继续在这个梦境当中 拖延 在这个游戏场景当中 流连 都没有关系 结局定下了 救恩早就完成了 所以在时间线里 可以无限 无限耐心的去等待 奇迹课程 非常著名的话 同学们 结局已定 无限耐心 然后看到第八段 第一句 只要你能够安静片刻 让世界慢慢 引退到你身后 当你忐忑不安的心 不再重视那些 无畏杂念时 你就会听见 他的声音了 这要求不高 只要安静片刻 这种安静 意味着 我们不再跟着 小我的声音去反应了 不再被小我拽着跑了 也就是不再重视 那些无畏杂念的时候 这声音自己就进来了 乌云密布的时候 太阳进不来 不要说云朵 跟云朵之间 豁开一个口子 只需要这个乌云 稍微薄那么一点 太阳都得透进来 要求真的不高 只要安静片刻 如同第五段 第四句也讲到的 他只要求片刻的写信 给他一点时间 再度呼吸一下 天父家里 神圣清新的空气 只要那么一个片刻 只要那么一个 安静的片刻 然后看到第九段的第二句 因他甘愿变成一个小孩 教你由他身上看出 能够不设防地 将爱的信息传达给 敌视自己的人 才是真正的伟大坚强 这个敌视自己的人 指的就是昏迷不行的圣子 以患为真 以患为真呢 自然就没有办法 正视 神圣小孩 以及他带来的 传递来的爱的信息 相反 他只会敌视神圣小孩 和他带来的爱的信息 第三句 天堂的大能 静在他的手中 他不只称他们为友 还会把自己的力量 赐给他们 使他们看出 他才是真正的朋友 尽管昏迷不行的圣子 是敌视这个神圣小孩的 敌视他带来的 爱的信息的 但是呢 神圣小孩 会把圣子当作朋友 昏迷不行的圣子 仍然是圣子 把圣子当作朋友 把力量赐给他们 然后呢 让他们看出来 让圣子 破坏 见真 才知道 神圣小孩 以及他传递来的爱的信息 才是真正的朋友 第四句 他需要他们的保护 因他的家 远在他乡 而且他是不会单独返乡的 这个地方 神圣小孩 百害不清的 他不需要身体的保护 这地方说的 需要他们的保护 这是方便说的 重点不在这儿 重点在于 神圣小孩 不是这个内在的 清明的部分 不是独自返乡的 他会 唤醒 那个 昏迷不醒的部分 他会唤醒 沉睡的圣子 这就是这里所说的 不会单独返乡 一旦他唤醒了 昏迷不醒的圣子 圣子 意起来 自己原来 根本就 没有 从天心 上主的天心 或者上主的天国当中 失落 这个 叫做 返乡 且是清明的部分 带着 犯魂的部分 一起返乡的 这个叫做 不是单独返乡 然后第十段的第一句 每当一位浪子 有意离开自己的家屎 基督就重生为一个小孩 也就是我们今天课程当中 课文当中 说到的神圣小孩 我们入梦 是有一个清醒的部分 陪着我们一起入梦 所以奇迹课程 跟我们的世间法则 尽管是颠倒个的 但是我们内在有一个部分 不知道哪能跟他产生共鸣 知道他没有胡说八道 第二句 他必须学习看出 只有这个神圣小孩 值得他的保护 就看到这个前半段 这里说的保护 不是说神圣小孩 真的需要保护 神圣小孩百害不清 这里的保护 值得是我们要真实他 从另一个角度讲 保护神圣小孩 意味着我们不要保护幻觉 不要保护小我 为我们营造的这个世界 这世界你护得住吗 生老病死 承住坏空 你是能拦住 还是能护住呢 接着后半段 他毫不设防的 进入他内 而这不设防 成了他的保障 这么解释过他 不设防的时候 小我的套路 自己就抱不住了 小我都是靠设防 来防住我们 看见真理的 然后第十一段 第一句 今天花一点时间 卸下你无用的盔甲 放下你的攻击武器 因那些敌人 全是虚构的 亏点也好 攻击武器也好 都是用来防卫的 那么防卫谁呢 防卫虚构的敌人 假想敌 我们昨天还说过 不管是过去 还是未来 全是我们想出来的 整个世界都是我们想出来的 那么这些敌人 也是我们想出来的 放下防卫 不在 没有必要去防卫 那些假想敌 接着第二句 基督始终视你为朋友和弟兄 这句话 我们横脏就接触过 翻译一下 就是什么呢 恐惧是有对立面的 它是无条件的大碍 为对立面 那么无条件的大碍 有对立面吗 没有 把恐惧一起 无条件的接纳 所以基督始终视你为朋友 及弟兄 我们在昏迷不醒 他只看我们的神圣本质 他始终把我们当朋友和弟兄 他始终不会把我们当成敌人 基督是没有敌人的 然后看到第十二段 第五句和第六句 神圣小孩依旧与你同在 他的家就是你的家 神圣小孩都是我们内在清明的部分 他始终知道分裂不曾发生 那我们那个犯糊涂的 犯了混的 入了梦的圣子 才以为分裂已经发生了 但事实上 按照医员的实相来讲 我们跟神圣小孩同在 在上主的天心里面 在上主的天国里面 根本不曾失落 所以 他的家 就是我的家 第七句 今天他把自己的不设房送给了你 你已接纳了他 取代你 战争游戏里 所有的自制玩具 战争游戏 指的是什么 指的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里 玩的所有的游戏 这个世界充满着 对立矛盾冲突 二元对立的世界 这个就是 战争游戏的意思 自制玩具 所有的自制玩具都是什么 我们在游戏场里 玩的一切都是什么 都是防卫措施 把这世界做实 把幻觉当真 这都是自制玩具的含义 所以今天 我们 收下不设房 这个礼物 世界 自然就瓦解了 这就是全人允许练习 全新开始 不做过多的讲解 明天继续 这就是全人允许练习 这就是全人允许的